好 親愛的全國投票 歡迎收看今天金錢到 我們在這一陣子 尤其在疫情期間 來跟大家做一個勉勵 任何一個股市的操作投資人 都要利用這一次疫情期間 幫自己拚到第一桶金 那麼不管你對第一桶金的 定義是什麼 對你來說可能是1000萬 也許是1億 那麼對於不同的size 當然有每個人不同樣的期望值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共通的 也就是在每一次的疫情 也就是在每一次的 國難的過程當中 通往往會有一波很好的機會 在未來來看 也許五年 三年之後 你回頭來看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你人生當中最重要的 發跡的日子 任何一個市場上的成功人士 或者是在各行各業當中 成功流民的人 你在閱讀他的維基百科的時候 你在看他的傳記的時候 都會有非常重要的第一個 叫做什麼 他如何發跡的 對一般投資人來講的話 你當然要有一個時機 有的時候也並不是說 你擁有什麼樣的技術 或者是用什麼才能 那麼就能夠在某 任何一個時間點賺到大錢 其實我這麼多年看下來 真正擁有巨大成功的人 他都會有關鍵的第一桶金 其實你回頭去看看 巴雷他們都一樣 他們一定是會有一個第一桶金 日後才能夠來操作運作 這一次我們的邏輯很簡單 我們看一下美國當時在去年 10月份的時候疫情突然飆高 飆高之後 美國的股市先跌一小段 有沒有 他在這邊先殺一小段 殺完以後連續創新高 因此在小殺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解讀為 類似我們台灣小殺的那一段 所以現在在社會上很多的富豪 包括像大安區新一區那些 擁有房地產的人 大概都在20年前SARS的時候 賺到第一桶金 當時他們大概30 40歲 就是硬著頭皮買下去 現在大概5 60歲 大概經過20年後 我想現在這個地方 他們已經擁有了好幾桶金了 所以趁著這一次的疫情 把握人生第一桶金的機會 這是我們這一次的重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股市 果然是指數大漲 對吧 大漲 這個時候大家就開始講 奇怪 為什麼指數大漲 是不是這個疫情開始做緩和 事實上你去解讀這個數字 意義不大 因為這個數字我就跟各位講過了 它對於市場的影響 是來自於第一次的恐慌 當你看到第一次的百位數的 新增人數以後 接下來不管是200 300 400 500 其實對你來講已經麻痺了 已經麻痺了 麻痺掉了 你再說你看到幾次 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對你來說 更能夠震撼你 動搖你的新的 其實是那些開低 有賺到錢的人 所以我就跟各位來講一下 就是說龍魂為什麼觀察有效 因為賺錢的模式會互相模仿 當你看到有一個人 他這樣做成功了以後 事實上的資金就會有樣學樣 對不對 但以今天來講的話 當然最重要的幾個重點在於 第一個 大盤去挑戰季限 但也有人說 今天的行情是屬於接棒 那麼傳山股在這地方全面潰散 由電子股來接棒 其實更精確的講法 應該叫做高低位的資金 短線在做一個互換 那麼高低位互換的操作 為什麼跟接棒的操作不一樣 差在哪裡 如果你這樣來仔細的看 你看你說傳山股在這邊全面潰散 為什麼今天的塑化股反而會漲 我就講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 為什麼牙距他可以數到最後 如果照一般的邏輯來講 照這個市場上其他人來講 原物料都要死 都要掛了 為什麼牙距可以數到最後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是剛剛開始漲 對不對 他距離季線還不會很遠 他剛剛上去第一根 他是漲完以後拉回來要漲第一根 其他的股票距離季線很遠 很遠的話 你這樣子一旦出現了壓回 你的壓力就會很大 比方說像紅椅 他距離季線多遠 他距離季線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他距離季線第五天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距離季線是剛剛距離 你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嚴格上來講 我用更精確的說法 不是告訴各位 不像一般的投資老師 會這樣跟你講 我們會說這叫做 高低位的位階互換 短線的資金 他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喜好於追創新高 但是他這一段時間 轉為喜好追什麼 底部起漲 因此我們來看到 我們在這一波進場的 包括像敦泰 對不對 因為我們拉回就是手季線 包括像今天很明顯的在 我們看到 很多的股票 他剛剛站回到季線的上方 天域有沒有 然後3006金豪科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今天在起漲的 其實都是什麼 距離季線非常近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你仔細看 就算你是電子股 如果你現在距離季線非常遠的話 你今天不見得漲得動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一個叫做類股上的互換 如果你換掉以後 他回不來 被換掉的股票就不能接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純粹是一個 高低位的資金 在做短線的互換的話 那麼原先在高位跌下來的股票 明後兩天又會回到買點 差別在這裡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類股接棒的話 今天轉做的股票 你就不能碰 但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高低位互換的話 那很簡單 今天殺下去的股票 在禮拜四會出現 第一個買點 好 我們再來跟各位講 所以我們傾向於我們的看法 是屬於高低位互換 這也說明了 在操作的格局 你有更大的揮灑空間 不過你現在最重要的第一點 應該是要做什麼 季線附近剛剛起漲的股票 好 我們來看到第一個 大盤今天在挑戰季線 挑戰季線的過程當中 盤面上有兩種股票 第一個是已經過高了 他今天在做回撤 當然是找買點 第二個是首度站上 那麼大盤既然是挑戰 你如果領先大盤站上 當然你就比大盤強 所以我們說挑戰季線 就是要看誰先站上 目前那個盤勢 日線級別的K字 已經回到50上方 所以說他今天會不會出現震盪 你如果盤中去亂追 還是會受傷 為什麼 因為這裡是壓力 這裡也是 這也是 這三個點都是壓力 所以你如果在反攻的過程中 一定會碰到這種 上下來回的震盪 每逢震盪就會有股票做拉回 那麼一旦拉回 什麼樣的人會受傷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金字塔 什麼叫金字塔 很多做股票的新朋友 在做的是到金字塔交易 因為股票越漲越快 所以一路往上追 實際上真正會做股票的人 他是做正金字塔交易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對於一般的投資人來講 尤其是我們的新手 甚至於是老手也一樣 我們這樣說 很多人都以為我只要知道股票 跟轉強轉折轉弱 轉強轉折點 我就一定能賺錢 是這樣子嗎 絕對不是的 其實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是叫做什麼 資產的一個規劃 如果你今天要有一個穩定的 金字塔 那麼你就必須在季線附近打地基 舉例來講 為什麼今天有人萬海要賠錢 其實如果你仔細看萬海的話 這檔股票 從當時40塊 漲到130塊 他足足漲到300% 就算今天開高走低 也不過18% 15% 對不對 打到跌停 我算你夠狠18%好了 那你漲了300% 你18%怎麼可能會賠錢 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各位 就是有人賠錢 我現在告訴各位為什麼 你看 任何一檔股票 一定從季線開始起漲 穿越季線開始翻多 在季線附近 如果你買了200萬的話 趁著上個禮拜 撒下來季線附近 你又買了100萬 那麼你會發現到這裡比較大 這裡比較小 上面的成本是空的 也就是說你200萬的成本是60塊 你100萬的成本是75塊 對不對 你網上都沒有成本 這個就是一個金字塔 你是一個正金字塔交易 所以當你打到跌停 看似非常兇猛又恐怖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根本沒有賠到錢 因為你是金字塔 你是金字塔 你沒有賠到錢 你沒有賠到錢 但大部分的新朋友 他不是這樣做的 大部分的新朋友是追著萬海 在70塊 然後80塊的時候先賣一趟 然後覺得自己不錯 這樣做很對 然後拉回來這裡 80塊又買一次 95塊賣掉 覺得自己賺到價差不錯 可是股票是越漲越快 股票在底部很難做 但是股票在往上噴的時候很好做 所有的股票在做投資前 都是最好做的 所有的股票在底部都是最難做的 底部是最難最難 最難做的地方叫做底部 所以做底部沒有意思 叫你做底部的投資人 你自己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從來不叫人家做底部 我們做的是起漲區 這個以後再講 我們現在回來金字塔這一端 所以你的成本是一個金字塔形狀 這個時候你彎頭下來 不會受傷 為什麼 因為你看 漲了300%才20%怎麼會受傷 但如果說你今天在這個地方賺20萬 在這個地方又賺10萬 這裡把所有的錢壓下去 一口氣買了100萬加融資 這個時候你的金字塔是倒過來的 好 你現在問題來了 你的成本全部都是在110到120 只要有一根黑棒 你回去跟家人講他都不信 這股票漲了這麼多 怎麼會跌一天你就賠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就是倒金字塔 你的成本全部都在這邊 越往上買越多 因為你買10張的時候 你賺5萬 賺6萬 你覺得很簡單 你就很後悔說 為什麼昨天不買80張了 我明明有錢 然後你就看一下說 戶頭裡面還有70萬 我再加碼8張好了 結果又成功了 你最後一筆一定會買很多 會越往上買越多 事實上這是投資人的人質長情 事實上我不是隨便亂講的 我拿一個數據給你看 證券劃波存款逼近三兆 單月暴增 單月暴增對不對 4月的時候暴增 4月的四盤行情 往上噴的行情 你從這個邏輯就可以看得出來 近一年的證券劃波存款餘額 是一路攀高的 去年8523的時候 去年疫情的時候 最好的進場點在這邊 沒有人進場 在這個地方狂增 所以你說我說有沒有錯 沒錯 不管就指數來講 不管就個股來講 很多的投資人他是越往上追 他是越要進來 所以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就是我告訴各位 不管你今天操作什麼股票 你 雖然對很多人來講 這可能很困難 但是你盡可能要把你的 重要的地基成本 放在季線附近 因為行情遠離季線 你就沒有這個機會 但現在剛好在季線附近 所以我會告訴各位就是說 你真的是要把握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你無論如何 真的 我覺得這個禮拜 這個機會太好了 剛好這個盤勢在做 高低位切換的時候 剛好又是在疫情 大家開始麻痺掉的時候 剛好又遇到美國股市剛起漲 然後電子股又回溫 我覺得這五個條件 對你來講是天上掉下來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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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繼續講 講今天的盤勢 我們來說 你今天拿到一筆錢 季線要進場 對不對 你手上有200萬的資金 現在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很多傳產原物料可以做 但是不是今天 為什麼 龍魂就是市場的共主 對吧 我們說第五根魔咒的隔一天 叫做第六根很難突破 當今傳產股的共主一定就是萬海 單月可以賺兩塊多 他不當共主 誰當共主 創新高的就是他 早盤在這個地方開出來既然不鎖 你今天所有的原物料都不能碰 你不可能說市場上的共主 精神領袖對不對 他破了開盤架以後 你去追傳產 不可能 不可能去做這個動作 你再怎麼愛傳產 你也要等他殺完 對吧 你至少要等到這檔股票 殺下來爭利兩三天 但這個時候資金等到 因為龍魂受傷你就不能去追 好 這很簡單 所以我們來看到 包括第一個鋼鐵股 包括像這個部分的紡織股 創新高的時候都出現空投抵抗 邏輯其實也很簡單對不對 這個邏輯就是 貢族被灌開了以後 其他股票都被灌開 那你就等他殺完 這其實也沒什麼 你就是等他這個地方拉回來 再整理一次 這個地方先不要去追 但有的人就問說 老師那為什麼塑化沒問題 因為人家跌回到季線附近 但如果你連續漲三天 一樣會有拉回的壓力 所以我告訴你不是這個問題 連城也是一樣 他剛剛從季線這邊起工 但如果你來到這個位置附近 一樣會有壓力 這就跟昨天的急盛一樣 好 因此我們來看到 這個時候把握什麼呢 剛剛從季線上來的股票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這一次股在拉回之前 季線本身是屬於上揚狀態 對不對 第一個我們看到自圓 我們這一次的概念當中我們說 電子股利用這成交量的萎縮 反而能夠看出誰是最後的王 那麼我們的概念就是 前幾天電子股在壓回的時候 漲的時候你要看股票怎麼漲 跌的時候你得看什麼 股票怎麼跌 如果說你今天壓回到季線附近 都是量縮 而且沒有續跌 沒有續跌這件事情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假如你續跌的話 那麼季線會往下彎 但如果你在季線附近是止跌的 那麼季線會持續把你拖上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一波針對市場最挫殺的股票 我們要在這邊開始佈局 第一個 第二季的營收優於預期 4月營收是最明顯 產品報價還在上揚 5月營收就可以期待 本波段剛好又拉回來3 40% 回到季線附近 第一檔當然是誰 敦泰 上禮拜我來跟各位講 絕佳的進場點 禮拜一漲停板 今天再創新高 是不是完完全全符合我們說的 你看他這個回得很淺 這波拉回是非常淺的 很淺有沒有 然後這裡剛好就是周線級別的日出 在這個位置 這是第一次出現兩根紅棒 這一波下跌以來都是一根紅棒 一根紅棒 一根紅棒 第一次出現兩根紅棒就是上個禮拜四 所以這裡是絕佳買點 絕佳買點 我記得我在這一天 跟我們很多朋友來講說 這是第一次出現兩根紅棒的時候 那天還有人來罵我 因為好像隔一天好像那個 蓮永網再掉下去一次 外資去給人家調降 結果沒有想到 這位朋友他今天來跟我講說 蔡老師以後我到底要努力多久 才能夠像你這樣子運籌帷幄 對不對 因為這就是季線附近最後一個買點 這一條就是季線 那你看他怎麼跌 他是根本不跌 一到季線就亮縮看到沒有 要絕佳買點 搭起來就10%了 那很簡單 你的主力的資金都佈局在160到170 你這個金字塔就起來了 那你說行情在面前高的時候 會不會有這種震盪 百分之百一定會的 你講這個不是好笑嗎 前部一定有套牢壓怎麼會有 一定有 但你要不要怕 你的地基如果是在季線這一條 你就不怕 你如果上去才主意 你當然要怕 對吧 所以你是不是要抓剛上季線 你看天玉有沒有 他這個不算跌破 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這一條是斜上的 他這個是斜上的 你仔細看 這裡就到20了對不對 這裡在破最後趕底的時候 他這個也是斜上的 有底背離的概念 有人說這邊比左邊低一點 可是沒有低多少 低不下去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今天我們就順勢再佈局2號 繼這一次我們看到敦泰跟天玉之後 再度來告訴各位 第二季營收有機會再次成長 而且這一波拉回已經回到差不多三成左右 甚至於有得到30幾% 首穩季線剛剛站上季線 今天早盤我們買進 第一筆就攻上去 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我告訴各位 現在要來跟各位講說 是你建立金字塔的好機會 因為你錯過這一次 我要該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就是說 就算你知道股票該這麼做 但是你如果不在當下這麼做 你就會錯過那個季線的位置 接下來你就遇不到了 那你就只能追 你就只能漲上去追 可是漲上去追 你就會遇到那種上下來回震盪 你又緊張又會怕 對不對 你會緊張又會怕 然後又這樣又那樣 賺不到錢 就下定決心 下定決心 我覺得今天你就真的是下定決心 因為你想想看 我蔡振華不會跟你亂講話 什麼在主流的時候 我是不是帶你做主流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的時候 我是不是跟你講得很清楚 那現在這裡有一個 讓你在季仙風陰打一個正三角形 金智塔的機會 從季線就開始跟我底部進場 季敦泰之後 第二季業績 渴望再成長的股票 來我們第二檔準備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會一下回來 我們以前也是這麼甜蜜 流沙包 插燒包 流沙包 插燒包 好懷孕喔 好想在一起吃 流沙包 我要流沙包 我要插燒包 流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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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總體經濟 及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 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 到風神昏徒 最多基本面 到深夜市泡面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明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角色在改變 身體也在轉變 MOOFREE一節 加強型迷你訂 一天一小訂 給你三倍保護力 一節守護每個傳變 一節江黃螺旺 緊脆迷你令 新上市 豪衣大作戰 旺旺集團與您共同守護台灣 即日起開放 免費索取水神浩俊義 索取地點請上 終始觀望 公主又如何 把公主嫁給你做媳婦的是她爹 是大宋的皇帝 這是國舅夫人剛才教給我的 讓我鋪在公主的床上 原來是楊嫂子 是阿嫂做 阿嫂啊 這是我特地為阿嫂準備的禮物 阿嫂可還滿意 這是公主親自修的 是親手做的第一個香包 所以要送給你啊 週一至週五八至十點 親自啤茶潤喉糖 護城壁 一 二 三 禮拜天晚節十點 經營愛坐韓國日本運營 一條檔 精彩放送 讓好戲陪你坐收新艙 每週日晚節十點 今天是收看 中式搶導電影院 上課金星 藏班悲情嗎 跟著友藏一起戰勝人生吧 友藏的新之排劇 讓深陷煩惱的你 找到人生光明的白夢 週一至週五 下午五點至六點 櫻桃小丸子 你一直在跟頭上的角逐 台灣生長的候選人 對 我們的候選人有四位 被某一位資深記者 封為演藝圈四大摳男 你是摳黃 白花油書寫名錄 全明星東月 掌握市場先機 就是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週一至週五下午兩點半 已經前送蔡振華 故事看中式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短線的資金在高低位切換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他們是把距離季線很遠的股票 先做一趟賣出 然後找尋季線附近的股票做買回 在這個高低位切換的過程當中 如果提前切換而不拉回的股票 它會最終成為新的龍王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就舉例來講 像這種格局有沒有 他其實領先已經在做一個高低位切換 前幾天 可是換不下來 反而再創高 這種格局才是真正最強的 那麼因為電子股 很多是從季線附近彈上來 但因為他們沒有股票 創新高的情況之下 就會變成什麼 跌升反彈 所以一定要股票能夠創新高上去 那麼未來來講 我們看幾個航運股 還有包括這個 所謂的這個 防疫股 很簡單 漲多短線等拉回 這還沒有結束 你看高端疫苗有沒有 它事實上這一拖 漲到這個地方為止 它整理的幅度 它過去都是拉回來整理兩天 然後做橫盤 未來來講的話 你看它有沒有橫盤的機會 未來來講的話 就是看解盲的成果 跟是不是讓什麼時候讓果然 看到新的疫苗 好 那這個持續在家裡上課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星象 雖然不是一個很標的股票 可是它是不是越盤越高 這種概念 因為大家都知道利多 大家也算得出來 你大概賺多少錢 我們來看到 比較極端的例子就是說 像金利科這波跌最深有沒有 雖然說它沒有站回季線上方 可是它在日線形它有雙底 這雙底怎麼來的 因為它底背離 有沒有看到它底背離 我上次不是跟各位講嗎 最後一個低點底背離 這裡指標比較低對不對 這裡是比較高 它這裡在破線這個假破底 這裡就底背離了 所以這個底背離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這個W翻過來的話 你能翻到季線的上方 因為它比較特殊 它的距離季線比較遠 所以它要站回去的時間比較遠 它要三四根才碰得到 所以你不能說它不搶 事實上它也是漲停 只是它離得比較遠 因為現在目前季線還是平的狀態 所以你能夠搶攻站回去 未來可以觀察 這一檔股票如果能夠搶攻站回去 IC設計大概其他也都跌不深了 因為這裡是一個什麼 週限級別的日出 這第一根 你中間搶都沒有屁用 你在這邊搶都是浪費時間 浪費生命 浪費錢 股票就是要買在 一買就上去的地方 這裡最漂亮 因為那個地方是週限日出點 對不對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幾乎都差不多 都是今天在季線附近守穩 對不對 在季線附近守穩的機會 今天新掛牌的 有一個幫人家做APP的 是這個9EAPP 因為未來電商平台在這地方 剛好是話題 可以觀察一下 如果這檔股票能夠持續上來的話 下個月還有一檔重要的股票要掛牌 好 我們來看到今天要創新高了 所以我們說有一些股票 在這個地方 提前大盤做一個震盪整理 然後創新高 他已經帶出一個新的邏輯 在疫情當中覺醒 你就下一個富豪 萬張高樓平地起 今天是你的絕家機會 這一次你可以在季線附近 打一個政經字塔平台 那麼電話波通跟我們聯絡上 明天早上我帶你坐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